今天题目定成 信心恢复与神的关系 在这几周我们在高一 有个幸福小组 我们就讲到 一路爱到底为主 我们就用我需要 就是分享我需要 这个字句的一个表达方式 我居然发现 其实我们现在的孩子 其实不仅是孩子 我们在关系上面 其实都很恐惧 当我们分享说 用我需要的字句来表达 我们里面的感受的时候 有一个学生就说 若是我常常这样表达的话 其他的人会怎么想 会觉得我是玻璃心 他们觉得你怎么 那么容易受伤啊 你怎么容易那么有感觉啊 然后当我跟这个人 表达我需要的时候 他会不会把我的东西 讲给别人听啊 在人际关系上面 他们是处在一个不安全感 是一个没有信任感的 一个关系的里面 我就祷告神 我觉得神就给我智慧 你要相信 当你这样表达的时候 对方其实是知道 你在看中他的 你跟他的关系 他会觉得他很被你看中 事实上他不会对你有 这样一个不好的想法 因为我就想到 我沟通的过程 其实我必须要信任神 我信任神 当我这样表达的时候 我们的关系是不会被破坏的 那的确 因着这样的一个信心 我们的关系 的确是没有被破坏 所以不断有这样的一个 成功的经验的时候 我就不断的可以去跟 不同的人 当我的里面 有受伤的感觉 我去做一个合一的表达的时候 我们的关系是 能够被恢复的 就好像我们跟神的 关系的一样 当我承认 神我需要你的时候 神会来帮助我们的 可是我们的困难跟 痛苦 或者是 很糟糕的地方就是 我不需要神 我们的问题就是 我不需要神 所以神我自己来 那我自己来 我就是一定 把关系弄乱的 所以我们就觉得 怎么常常都是 别人在伤害我 是因为 我用错了方法 如果是我们的 关系要恢复 我们真的必须要 信任神 不管我们跟人的 关系 跟神的关系 当我表达 我需要的时候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什么 我需要你 我需要神 神我承认 我不行 我需要你来帮助 我相信 在这个关系的里面 就会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恢复 我今天分享 得救 第一节就讲到 保罗说 我心里所愿的 向神所求的 是要以色列人得救 以色列在神的 救恩的计划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 核心的部分 所以第九 第十 第十一章 就提到 关乎以色列 难道神 因为他所差遣的 耶稣基督 而就忘掉了以色列吗 难道以色列 就不在神的 应许诸约里面了吗 所以保罗在这里 就说 我心里所愿的 向神所求的 是要以色列人得救 昨天第九章讲到 为主我的骨肉之轻 我宁愿被咒诅 与基督分离 所以保罗在这里 不断地表达 以色列没有被神遗忘 以色列没有被神弃绝 反而神要使 他们剩下的渔民 要得救 那我今天在这里 分享的得救 这得救 不是我们想象说 从罪恶中得救 当然这包括这部分 但这里特别谈到 得救是在律法中得救 以人所立的义 人所要行的义中得救 所以保罗特别在这里说 犹太人想要立自己的义 就不服神的义了 第三节这讲到 要立自己的义 犹太用什么立自己义 就是用神的律法 要立自己的义 靠律法立自己的义 就不服神 借着他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所立的义 所以呢第四节 保罗更清楚地讲到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 就所有律法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为着耶稣基督 那我特别要讲到得救 犹太人要从律法中得救 他们想要靠行为立这个义 包括我们自己要从自己的义 从小到大 我们里面已经形成自己一套的东西 在你里面跟神或跟人的互动当中 我们里面都有一套自己的义 自己的想法 我们今天如何从这里能够得救 即便你不信圣经所讲的神 但你里面一定有自己的一套神的想法 所以我们在做抑制的时候 常常要做到一部分叫非神信念 非神信念就是似是而非 看起来好像我们信了耶稣 但是我们里面立下一个 不是圣经所讲的那一位神的非神信念 在我们里面 而这个非神信念 我们今天如何从这里面能够得救 对我来说 因为从小我有位非常严厉的父亲 虽然我从小也信了耶稣 我也知道阿爸天父 可对我来说 这位阿爸天父 就像我爸爸一样严厉 一样严格 所以呢 我如何从这样的一个严厉严格 对父亲的印象 而转投射在上帝面前 我如何从非神信念的里面得救 我是结婚之后 看见师母所认识的上帝 怎么跟我不一样 我四五点就要起来临修 那里面呢 我里面就被这捆绑啊 早上没起来 我说阿金那一棒没恩教 早上没起来没打圣经 我说完蛋我怎么当传道人 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 我被这个捆绑 而且我就用这个来定人的罪 罗马书这里讲的义 不只是单单讲到神的圣洁 神的标准 神的完全完美 这里讲到义是讲到神的拯救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而神的义就在这福音的大能上显出来 所以义在罗马书 另外一个角度叫做拯救 所以我们如何从这里面 我们心思意念 在我们里面一定有个框架 对人也好 对上帝对自己也好 我们如何从这里面得救 所以保罗在这里是 对犹太人所讲的 你们不要再用人 借着律法 靠着律法行义而得救 我们要思想一下 对我们都有耶稣 我们也信了耶稣 我们也火热在追求耶稣 我们也在服侍 但是我里面 是否有些东西 框死了我 以至于我不得救 我们今天因着耶稣 我们得赦免 我们得救 得释放 我们得更新 但在我们里面 一定有一个东西 对神 对人 对自己 我们是否从那里面 而得释放 得救 而不被挟制 这是我第一个要分享 第二 保罗很激烈地表达 我为着我骨肉之亲 宁愿被咒诅与基督分离 第十章一开始也讲到 我心里所愿的 向神所求的 就是要以色列人得救 神没有弃绝以色列 反而透过以色列 再一次让全地知道 这位独一的真神 但我要讲的是 今天我们对以色列的热情 在哪里 这些年 神一直把以色列 放在我的里面 我想到 我就不断地为他们祷告 保罗他多么渴望 神的救赎计划 很重要的一部分的核心 以色列 如何能得救 所以 保罗我今天在这里 我稍微简单分享 一个是得救 我们自己 虽然我们 不像犹太人 有犹太人的律法 但在我们里面 一定有自己所设立的 我们如何借着耶稣而得救 第二 以色列 我想约二 我们 除了在世界各地 我们有个宣教的合场以外 我们一定要把以色列 以什玛利 阿拉伯 不断放在我们的心上 我们渴望他们能得救 为什么他们的得救这么重要 他们的得救 带给全世界 一个很大的震动 好不好 我们请礼 我们来祷告 天父来到你面前 主要求主帮助我们 在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框架 主要有些时候 是从小到大成长的经验 受伤的经验 一直框死 主要那受伤的经验 我们里面有羞愧 主要以致我们的羞愧 我们的定义许多的条例 定义许多的律法著约 主要这些在我们里面 但因性成义的主啊 使我们里面真的因着耶稣 每一天每一天拯救 主你知道我们的头脑 主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 主啊是很硬的 主我们是很刚硬的 我们是很死板的 主我们走不出来 我们对人对很多环境 主我们就常常控告控告 主啊圣子我们里面很多的羞耻 但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在耶稣的里面 因性成义 我们也为以色列 主我们说以色列是我心所爱 以色列不仅是神所爱 也是教会所爱 我恳求主要约尔 让我们真的说 主啊当我们三国一律走在一起的时候 主我们知道 这有以色玛利 主还有犹太人 阿拉伯人 主要走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看见 主要震动这个世界 因为主要让约尔的福音的大军 主啊我们真的说 主啊我们除了在列国以外 主要在这个地方 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福音的据点 耶稣我们谢谢你 奉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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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